我们先来看一下DIY扩展模块 就是这个模块 它的功能之一是对外供电 那你用了我们的示波器 然后加一个扩展模块 我们的这个DI15 已经引出了很多的电源 很多的IO口 还有些模拟量输入 那电源的部分 这个主要是在这儿展示 就是你可以从这儿引出来 正5V、负5V和3.3V 这边灯亮了 这边是1.5K 1.5K都是1.5K的电阻 相当于每个通路有3K的电阻 加一个LED灯 像比如说 5V的 这个通路是一个1.5K 传点一个LED灯 再传一个1.5K 然后这也是每个都是一样的 灯的颜色都一样 比如说5V 我们看到这边这个是5V 然后这个是D 它发明是个D 我们有一个引出角 这边是D 那5V 好 差不多到这儿 这边是D 好 看到灯亮了 我们测一下这边5V B1和5V之间 B1和5V之间 好 有一个4.96V 基本上就是我一个5V的一个电压输出 比如说 -5V 好 这边有个-5V 这边-5V 然后4.99V 一个-5V 你可以同时输出5V -5V 还有3.3V 好 刚才我们基本测了 你在这边 7角 可以对着电路图 这个是开源的一个电路图 7角和9角 7 9角 好 这样了 3.3V 好 一个3.3V 这样我们把所有的电源 这个只是演示了 你可以把所有的电源引出来 5V -5V 3.3V 可以在你的边包板 或者是你真正的用 你可能是引线或者焊线 或者怎么样 把它们接出来 好 可以带你的电路 当然它的驱动能力不一定特别强 因为它本身整个是USB5V 一个500毫安的一个USB口电源 当然它不一定 电脑不一定能达到标准500毫安 然后这个设播器可能本身消耗到200毫安 然后剩余的能力可以通过这个 比如说100毫安 几毫安的给你一个 一个小电路给你供电 好 那供电同时可以测它的波形或者怎么样 好 这个是供电的情况 它可以引出一些I-O口 比如说用482系列 基本上只有482系列它有I-O口 它有三个I-O口 软件这边 扩展这边有三个I-O口 可以分别独立的设置上输入输出独立控制 那这个DIY扩展的这个板 可以它是J4 我从J4引出来 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J4的二角 三角和八角 分别是三个I-O口 其中有一个 啊 这个P大M 六角是P大M 二 三 八 三个角 可以引出I-O口 然后其中有I-O口 是通过这有个条线可以上输 也可以电阻到3.3V啊 我这个没有放条线 驱动能力足够了 当你驱动能力不够的时候 你可以用条线上输 那这边我接线已经把I-O口 看I-O口和D 这个是D啊 把它的D串接起来了 都是同一个D 然后这是一个I-O口 这是另一个I-O口 然后绿色的又是一个I-O口 三个I-O口 那你呃 可以这样引出来做实验 就是可以控制软件控制 比如说我的上微机软件在这 我的I-O2输出 输出 高点屏 看绿色的这个亮了 D电屏灭了 输出高点屏 亮了 这个每个I-O口 通过1.5k的电阻 串了一个绿的灯 这只是展示 展示 一个I-O口输出控制一个灯啊 但你实际利用可以根据你的自己调整 这边呃 输入就不太方便 看了 输入这边会显示 高还是低 那就没有这么直观 所以我只展示一下输出 然后这个 说这个输出高点屏 这个灯亮了 啊 输出低点屏 它就灭了 然后这个如果输出高点屏 然后输出低点屏 输出高点屏 输出低点屏 输出低点屏 好 三个点亮 全部点亮 这是I-O口 482系列才会 有I-O口 其他系列因为呃 第一十五的这个 这个引脚全部占满了 呃 给别的用了 啊 所以暂时没有引出来 有一个引脚是标准风波六脚 我们平时测的标准风波是这样 1.5V1K的 呃 一个50%张空比的 它其实可以在软件上控制 调整它的 张空比 好 设置它的频率 设置它的频率 调整它的张空比 好 然后我们通过这边呃 这个DIY的这个扩展板 这边有个绿色的 插座 这边有个绿色的调整可以 引出来 好 一根笔 它两个引脚 一个笔 然后一个 皮弹波 好 引出来了 在这儿 那我们可以通过软件来 这样控制 控制它的张空比 我们这边接了一个 这个探头 它通过皮弹波 接一个1.5K的电阻 然后一个22秒的电容 然后回到D 那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 好 我们看看效果 我们之前讲过的那节课 这边是皮弹波 我们看看 皮弹波 这边是滤波以后的直流 当然通过调整皮弹波 也看到那个直流 直流输出电压 好 这样子 当然 然后 其实内 这个板子上 也已经有了一个 已经有了一个EK的电阻 和一个22秒的电容 然后把D去掉 好 这是皮弹波的这个 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DC 这个角是DC 其实就是我们用跳线帽 接上这个跳线帽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电路图 接上跳线帽以后 它内部就带一个低通滤波 把皮弹波直接就低通了 那就是这根线 好 D我就不接了 因为自发自出的测 它内部是供地的 好 这个就是 把这个扩展上的皮弹波 经过低通滤波以后 变得直流 好 跟我们刚才的那个测试是一样的 好 就这个皮弹波 是它可以 我们原来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个拾波器 只有一个扩展口 只能带一路 隔离插分模块 隔离插分是为了测热地 或者高压的情况 就是这个 这只能带一路 隔离插分模块 那现在我们用通过这个 可以其实扩展成两路 一个拾波器 可以带两路 隔离插分模块 是在这个 看一下 这边会放着两排插针 2x5的 2.54间距的插针 那它其实用这种线 这种排线 10P的排线 连过来 我们正常的 隔离插分是这样子的 我们隔离插分模块 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扩展口 直接接到扩展口口上 应用的 那所以只能接一个 那我们通过这种 DIY的这种扩展板 用这种排线 10P的质量的排线 我直接把这个 给去掉 然后直接连到这 好 所以原来的是 只能带一路 是B通道的 那我再加一路 A通道的 但是A通道的 虽然有供电了 但是它的模拟数据线 波形线 其实没有到这 所以我做了一根这种线 好 这个BNC转接线 然后转 我插到这 这边有个红色的插座 就是A通道的 是通过这里面的 把A通道的模拟量 引出来这两根针 好 信号从这边过来 然后到这 到这 然后到这 然后到这 两个针 然后我 好 接下来 好 这边是 里面的 这个是信号 这个是D 好 当然它们继续连在一起 好 这样就可以同时接两步 当然你 这个只是实验用的 如果你真正的是 你的产品用的话 你别做得更好 那这边可能是用更好的链接 好 先过来就可以了 这边是太多 那可以换档类 这边可以换档类 这边可以换档类 好 两个隔离它 逻辑分析仪的模块 我们原来如果 前提是示波器 必须带逻辑分析仪的 那个 模块功能 原来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成品 这样直接接上去 这边就是逻辑仪分析 你可以用这种DIY的扩展模块 也可以扩展出逻辑分析通道 当然前提是这里面支持 然后你可以自己DIY一些自己的逻辑电路 然后改装它 应该是这一 这边看一下 它是在9875 好 这有四个通道 然后我们的接好 然后我们输出一个P单波 然后让它自首选择 p单波 好 这样就好了 那我们这边 好 接好以后它 5V -5V 3.3V的指示灯 它就亮了 9875 这边P单波 我们的接单波 数到这里头 然后 接一个通道 这个通道已经有了 然后再接一个通道 测平安波 然后我们的平安波是可以改正空笔的 改变了正空笔 这边就变了 正空笔 9875直接了三个通道 这样就是一个逻辑分析 我们放在一个平面上 它不平会导致 是因为我们背面做了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接地的一个用源件 这个的目的是为了当你插上去以后 插到收播器以后它底下是个平的 它整个是个平的 它不会是这样子来回的受力 它这样底下是一个平的 同时这个开与接地的一个功能 这样是个平的可以受力 当你按下插针的时候 还有个受力点 接地的时候是 当然这上面有很多接地线 你平时做实验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去做接地 当然如果你是需要一些应用的场合 需要牢靠的接地 或者是一个大电流的接地 你可以这样子选择这个 就是一个接地的导线 然后比如说是这样子的 这样就有一个接地线了 然后比如说是这样子的 这样就有一个接地线了 固定的一个接地 然后比如说是这样子的 这样就有一个接地线了 你可以去固定的一个接地 那它把这边的第一十五的相关的接口 把它引出来 你看这样就可以带一个线号发生器模块 本来线号器模块是直接插在这里面的 插在这个接口上的 它是直接插的 通过如果你外扩着这个DIY的固定板 你可以这样再转接一下 你看它当然它还是可以工作的 好 偏制 偏制 然后幅度 然后选拨星 好 不同的拨星 可以调节频率 频率 拨星 好 然后这样 这个是一个输出 这样子这个DIY的扩展板的作用 这样就比较明显了 我们刚才分类说了它能干什么 能干什么 比如说你是我的客户 你买了示波器 然后如果你买个扩展板的话 当然我们可能是套件自己焊接的形式 也是开源的 但是我们可以把原理图 PCB文件全部开放出来 那其实你可以 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 你同时可以 比如说在你这儿搭面包板 或者你的电路板 你可以同时给它供电 这是一路 比如说我们5V 当然你可以演5V 3.3 举个例子 你可以同时给它供电 然后同时用 看这个 同时用限量发生器模块 假如你支持的话 你买了 可以同时限量发生器模块 刚才我们演示了有两路 你也可以去自己调整 然后你也可以同时用逻辑分析模块 看在这儿 逻辑分析和B通道的隔离差分是附用的 我把逻辑分析关掉 你看到B通道的隔离差分输入 然后这是A通道的信号源 信号源输入 这是B通道的 还有P弹波 看一下 这个逻辑分析是测的 我们这个自带P弹波输出 改一下帐口笔 同时可以用 这些东西 你可以自由组合 当然这边你可能是摆了你的电路 当然你可以去用信号发生器到你的电路的激励源 然后你可以用隔离差分去测另一个东西 或者不用隔离差分 你用示波器看你的 比如你的放大电路 你的处理电路 经过隔离源激励以后 它产生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然后同时你还有一些数字信号 你可以同时用逻辑分析来测 还有一些你需要P弹波来激励你的数字电路的 你可以通过这个 当然你可以你的电路不是特别耗电的话 你可以同时用它来供电 好 尝尝